拖着箱子拉着行李 越南旅客们探头探脑 看起来是来台湾旅游 没想到全都闪人敲头 2018年曾经发生五个团 152名越南旅客来台逃脱 是史上最大规模的逃脱事件 逃到只剩领队一个人 难道现在春风吹又深吗 观光署统计 透过观宏专案入境台湾旅游 役后到今年4月 已经有68个人逃脱 当初是一番好意 推动观宏专案 2015年11月开始 越南 印度 印尼 柬埔寨 缅甸和辽国等六个国家 适用一战式申请电子签证 简化程序后就能来台旅游 但是疫情后却有人开始钻漏洞 2023年入境台湾的东南亚旅客 共五万四千两百零九人次 以越南旅客最多 其次印尼 柬埔寨 但是逃脱以越南客最多 从2022年重新开放到今年4月 越南来台就有60个人 逃之夭夭 业者表示 当地人蛇集团操作手法 很熟练 台湾旅行业者 很难第一时间试破 难道眼睁睁看着外籍游客 最后轻易过关变成外籍黑工吗 甚至有平面媒体报道 脱逃率现在甚至高达千分之九 不过观光署澄清 观红专案实施初期 脱逃率有千分之三 但是从二零一九年加强源头管理后 到今年四月 脱团率为万分之九 比初期降低了很多 现在更祭出强烈手段反制 观光署也要求入境后 如果有团员落跑 国内接待的旅社 必须两个小时内通报 让警方跟移民署联手查气 抓回不速之客 华视新闻华明慧方请年台报道 哈喽 我是蕾亚 想要抢额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